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情况 如果行和列不相等 那就不可以来进行加法运算 这是出错 再有呢 如果两个矩阵当中出现这种T是0的情况 T是0就是非0元素根本就没有 那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加运算 所以首先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抛开 这是合法性检查 其次呢 这个程序我们要把它分成几个大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书上的程序 复循环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循环 在这个复循环当中呢 我们实现了三个well循环 所以程序的结构就是一个大的复循环 然后这个循环当中套了三个well语句 这well语句是不交叉的 是并列的 那么我们分头来看看这几个循环 它是干什么用的 首先这个大循环 循环的结束条件是 M1 行 CM1跟M2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行 那么它的结束条件就是行 从1开始到行结束 那它每一次循环都是对一行做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大循环是循环它的行的 也就是我们代行指针 它一行是一个单链表 那换句话说这个复循环呢 就每一次处理一个链表 然后下次移动 往下移动一行 就移动到另一个链表 然后再移动一行 又是一个链表 所以这个for循环是每次移动一个单链表 下面呢 下面呢就是三个well语句 首先我们再看这个well语句 p1是第一个端正的 链表指针 链表指针 p1和p2同时不能为空 这是这个well 那么如果有一个是空了的话 我们就是下面一个well 也就是这两个表 这个well语句 是这个两个表 有一个是空了的时候 那么后面还有两个well语句呢 就是还有一个不空 还剩下几段 那就直接往里加 那么两个well 一个是p1是空 那就p2循环一个一个加过去 然后是p2是空的 p1一个一个加过去 所以那两个well语句呢 是类似的 所以关键就是这个well语句 这个well语句呢 就是我们刚才上一讲 所讲的这个情况分析 有这么几种不同的情况 p2都不能是空 它同时处理两个链表的时候 那第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 就是这几个if语句 如果p1的链 因为每一次都在同一行处理 所以我们来比较链 如果p1的链值 要是比p2的链值小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p1的链值 比p2的链 在同一行中 在同一行中 p1的链值小 那说明 p1 有这样一个节点 而p2 没有这个节点 p1有 p2没有 那只需要把p1的节点 复制到新节点当中 产生一个新节点 然后把数据 里面的内容 复制到这个 新的节点当中去 然后p1往后移动 再有一种情况 就是p1的链值 比p2的链值大 那就说p2的链值小 那就表明p2有这个节点 就m2当中有这个节点 而m1当中没有 那我们只需要把 第二个m2里头的这个节点 复制到新节点当中去 然后第二个阶值针 就是m2的指针往后移动 所以这已经是两种情况了 处理的 这两种情况处理的 就是只有一个矩阵当中有 而另一个矩阵当中没有的时候 只把有矩阵 这个矩阵有的这个节点 放到新节点里头 准备好这个线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处理的一种情况 再有一种情况 再否则的时候就是 它既不小于它 也不大于它 那这种情况自然落到了 就是杭和列相等 那这种情况就说明是m1和m2当中 都有这样一个节点 那要实现加 但是加的时候呢 又要分成小情况 如果加出来等于0 那我们不产生新节点 把两个指针 第一个片指针移动 然后呢 把我们新分的节点要删掉 因为它不产生新节点 否则就说明 我们要把内容付过来 然后把它的value值进行相加 把value值相加之后 这两个节点都要往后移动 那么实际上 这个新号p1复制到这个新new 新节点里头呢 应该包括我们的很多数据 就是三元组数据和next这些 都先复过来 然后呢value值 我们再改掉 再改成它两个value 相加的和的结果 所以第一句话是整个节点复制 复制过去 这个值要变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值 做一下点 然后两个指针移动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第三种情况 要需要加的 需要加的以后呢 还要分两个小情况 就是等 加出来以后等于0了 和加出来以后是个新的值 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大块 就是这个while语句 这大块 实际上就处理完了 这个while语句 处理这三种情况 只有一个节点有的 只有一个矩阵当中有的 和需要加的 这个我们把它处理完了 这个呢 就是为我们新节点 做好了以后呢 把它加到m当中去 前面的三种情况 已经为我们准备了 这个新的节点 那这个新的节点 next语复制空 如果p等于0 p等于空 就意味着 它应该做第一个节点 作为头 原来没有呢 那你就得放到 ve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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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力里面去 否则的话 这个p指针就 作为新的尾节点 把新的节点 作为尾节点 而我们p指针 总是作为一个尾 所以 新节点插入之后 我们p指针 就往后移动 老是尾 所以每次做的一个新节点 要加在尾上 但这个地方 如果是一个的话呢 就要对它第一个节点 进行单独的处理 其他的就是 加在尾的next当中去 所以这个wile就循环结束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思想 都在这个wile语句里头去 剩下的两个wile语句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是空了 剩下的还有一个 它没有处理完 那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比较 只需要把它的节点 直接加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wile p是不空的 那就说明什么呢 是p2是空的 因为上面那个 是判定两个 同时不为空 那出来了以后呢 有可能还剩下半段的 那我们p1不空 就直接把p1往里面加 这一段程序 就是处理p1还剩下 没有处理完的节点 wile语句 跟刚才那个是类似的 就是p1已经处理完了 还剩下p2 还有几个节点 没处理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p2节点 一个一个加到新节点里面去 所以这个wile是干这个用的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for循环 就是一行处理完了以后 循环 for循环再走到下一行 然后再走到下一行 直接把所有行都处理完了 最后我们把这个m返回 所以这个算法呢 实现的是矩阵求和 我们用带行指针的方式 来进行求解 那它相对来说呢 就不需要用整张表的便利 而需要在同一个链中进行操作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那么在第二种方式当中呢 还要用到我们 就是在行里面进行便利的这种方式 同一行 然后链表的便利 那我们第三种方法 这种十字链表的方式 就是不仅让它带一个行指针 还要让它带一个列指针 同时有行和列 那么在找列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便利表 这种方式呢 是一种十字链表的方式 同样还是我们这个三元组 但是呢 不仅加了一个行指针 还加了一个列指针 然后它有行列的那种数足表示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画一下十字链表 如何来进行这种方式的存储 这个是我们的矩阵 它有四个元素 四个非零的元素 左边这个RV 就是原来我们的行表 这个行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行要连接在一起 所以第一行 我们有三和五 两个数据元素 所以第一行第一列是个三 所以跟行表中的第一行连在一起 然后第一行第四列 还有一个数据元素是五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指针 这是原来我们单链表 连接起来之后呢 这是行指针 还有列指针 列指针就是第一列里面 我们有两个数据元素三和二 同时在第一列 所以我们再开辟一个列 指针 然后这个是第一列的 所以后面这个是一的 后面这个是一的 就把它连接在一起 每一个节点 都会横穿一个行指针 再竖穿一个列指针 所以我们把它叫十字 横着穿一下 竖着穿一下 这叫十字 所以这种方式 对于我们找行和找列 都是很方便的 行处理和列处理 都是很方便的 那么对于我们所讲的这个西书呢 我们这三种方法 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三种方法呢 是三元祖静态的 三元祖静态 它是按行排序的 然后是带行指针的 然后是行和列都存在的 这十字链表方式 那这三种方式各有它的特点 在它的操作上呢 有它粉的地方 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对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选取具体采用的这种存储结构 那么西书矩阵的问题呢 就在于我们如何来存取 它的这个非灵元素 使得它的存储是很优的 对于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跟这个线性表 它处理方法 是有相类似的地方 比如说静态 它跟我们线性表的数组存储 是类似的 那么动态呢 又和我们单面表的操作 是相类似的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 前后的这种学习的内容 来巩固我们前面所讲的 线性表的内容 下面我们再来看 什么叫做广义表 广义表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我们 线性表的一种推广 广义表 就是线性表 在某种意义上的推广 它的推广 就是使得我们原来 线性表的数据元素 是属性相同的 而广义的意思呢 就是你表中的元素 可以性质 不一定是相同 它的数据元素 可以还是一张表 我们管它叫广义表 所以广义表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线性表的一种推广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什么叫做广义表 广义表 它也是由一系列的数据元素 所构成的 它的这种数据元素之间 也是有位序的关系的 也就是A1A2一照N1 它有它的位序关系 但是在定义的时候呢 这个AI 并不是属性相同的 一种数据元素 而是它可以是 单个的数据元素 原子 或者它还是一张广义表 它还可以是一个表 也就是说 它的数据元素本身 还可以套表 表里面还可以套表 还可以套表 所以它是一种地规的 线性结构 由于它定义的 这种地规的这种特性 所以我们在处理广义表的时候呢 也是用于这种地规的方法 对它进行处理 所以广义表的很多算法里面 我们都用到了D 假设我们看几个广义表 A是个空表 空表 这个圆阔弧是不能省略的 B是只有单个数据元素E 只有一个数据元素E 这么一张表 我们还可以用 C是一张表 和圆阔弧紧临 而不需要加这个等号 来表示这个表 那么C一个表呢 是由一个数据元素 和一张表所构成的 A是数据元素 然后这张表里面呢 又由BC所构成的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还可以说 D这张表 是由表A 表B 和表C 来构成的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 上面这儿 已经对ABC的阵容 做了这个规定 所以D呢 可以是由ABC 这三个表 所构成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示 D 就是由A这个表 把这个A表 具体内容写出来 然后用逗号 然后B是一张表 然后是C 具体内容把它写出来 那这两个表示方法 是一样的 都是对这个D 来表述 这个表它的内容 这是一个E表 这个E表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括弧 然后有A 有AB 所以它是有共享的 也就是说 它这张表里头 有A和B 这样的一张表 然后后面这个元素 还有A和B 这样的一个元素 所以这个表 是可以共享的 数据元素是共享的 下面是F 实际上对于一张表来说 我们看这个广义表 最关键的 就是要看 它的这个圆括弧括在哪 这个D号 写在哪个位置上 那我们要是分析这个E 能看出来 它到底有几个元素 这个元素 不管是单个原子 还是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 它有几个元素 所构成的 从这个圆括弧开始 这张表 那这是个圆括弧 这圆括弧 第二个圆括弧 到什么位置呢 第二个圆括弧 一直到 这个逗号不是 那一直到最后 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E里面只有一个数据元素 这个数据元素是一张表 这个表里面又套了表 所以看广义表的关键呢 就是要看它的圆括弧 和看它的逗号 这个很清楚 它有两个数据元素 第一个是原子 后面这是表 这个G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表 在这个表里面 第一个是一个数据元素 第二个呢 是它的表本身 所以我们管这样的一个表 叫做地归表 我们广义表 有很多的表示方法 一种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层次的 比如说D 是这一张表 它是由E和F所构成的 那么E和F 又分别由 一个数据元素A 还有一张表 圆括弧 是一个表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弧来表示 那这个表呢 里面又有B和C 两个数据元素 所以数据元素应该是叶子 就下面不可以再分出来了 只有表 下面才可以往下分 F就是D 然后这边是一个表 它表里面只有一个 就是E 我们可以由这样的一种 广义表表示的方法 画成这种图 这种图的方式 那么这个是图 而有些同学可能比较了解呢 就说这个是一个数 假设我要把这个F的内容 给它换一下 这个地方给它换成是C 那么我们这个图呢 就可以F下面这张表 应该是由C来构成的 用这样的一个图来表示 所以这是一条共享线 C数据元素是由这个表 和E表和F表当中 共同使用的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图 根据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图 来画出它的广义表的表示 表示的事 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 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的 画成这种广义表的这种形式 这是图 第一个是A A用一个圆圈表示 实际上就是左阔弧和右阔弧 所以它应该是一张空表 对B来说呢 它是由一个单个元素所构成的 所以B就应该是由E来构成的 这个代表左右扩弧 那C呢 就应该是由一个单个元素 和一个表所构成的 这个表呢 就是BCD 所以画成这种形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D 和E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 广义表表示 画出这个图 也可以根据这个图 画出它的广义表表示 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 在这里我们有些这样的概念 一个广义表 它的位置是有次序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线性表的性质是一样的 它是有位序的 第二个我们定义它的长度 长度表示的是最外层包含元素个数 也就是A1 A2 A3 有几个 它的长度就是几 那后面它再带几个表 它是个表 表里面有什么 这我们不管 这个表是我们的长度 深度不同 深度呢定义的是 含有括号的这个重数 多少重 原子的深度我们是定为0 有一个括号 不管它里头有没有原子 有没有 我们都要给它记一次 深度是1 所以是空表 我们也给它定义深度是1 那么它的特点还有是共享 就是数据元素 它可以是共享的 而且它是一个地规的表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长度和深度 怎么来给它算 怎么来算它的长度和深度 这个是D EF 不管你这个E展开以后 是多少层的表 我们长度不管 所以这个长度就是2 D的深度就不同了 深度就是看你这个括号重度 所以这是一重两重三重 所以它的深度就是3 H表 这就要看这个括弧括在哪里 最外层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最外层里面它这里面就一个 所以它的长度是1 深度呢 它的括号是重三重 所以是3 这是E的 这个E 圆括弧最外层 这里有几个呢 就是一个 所以长度是1 深度 这是4重 这个 它的长度是A和G 所以它就是2 但是深度就不同了 深度它就可以无限制的 它是一个地规的 无限制的 所以它的深度是个无穷 地规表 它的深度是无穷大 所以长度和深度 它的计算方式 要把它看清楚 深度跟表的表 子表有关系 而长度跟子表无关 任何一个非空的表 广义表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 这种取头操作和取尾操作 取头操作和取尾操作呢 是广义表 用处很广的一个 两个基本操作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基本操作的功能 取头的意思 就是把第一个表的 第一个数据元素取出 把第一个数据元素取出 比如说D 它第一个数据元素就是E 或者你把E 写成这样的一个表的形式 也一样 表尾操作呢 是除去 第一个数据元素之后 所剩余的这个表 它是所剩余的表 所以这个尾操作 是把前面第一个数据元素 取完了之后 剩下的是一张表 那我们看这个取头操作 是E 尾 本来是个F 可是必须得 它是剩余的元素 所构成的表 所以要加圆括弧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对E 取头就是A 对E再取 就是BC 但是还要加表 这个三重扣号 取头 取头是 头元素 然后对它取尾操作 因为取尾操作 这个是一张表 它就是第一个数据元素 剩下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个空的 这一个取头 应该是C 那要取尾呢 就应该是空的 有些同学 可能看不太清 我们head 后面这个圆括号 并不是我们广义表的内容 是head本身的操作 它需要一个圆括弧 所以这个圆括弧 并不是我们表里面的 这个圆括弧 所以有的同学 经常把这个地方要看错 所以实际上这个表 就是一个圆括弧C 所以取头就应该是把C取出来 这个是我们取头和取尾的操作 那么广义表 我们一般来说呢 存储结构 你既要存它的 这种单个的元素 又要存 它这个元素如果是表的时候呢 要存储它的表 所以它情况是不同的 那么根据它的情况不同 我们设立了两个标志位 Tag是标志位 如果Tag等于1的时候 表示我们这一个节点 是一个子表 如果Tag等于0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节点 是一个单个的数据元素 然后Next呢 是指向下一个节点 这个Next的都一样 是指向下一个节点 那下一个节点是表呢 还是数据元素呢 就要看我们的标志位 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呢 我们可以 想到 就是用联合体 或者用共用体 根据我们的标志位不同 我们这两个域 这个实际上节点 都是这是三个 这也是三个 但是呢 这两个性质不同 一个是指向表的指针 sublist 就是子表指针 这个呢 是数据元素 所以这两个域呢 是共用同一个存储空间 空间是共用的 只不过是根据Tag不同 我们这里面的使用 一个是指针 一个是数据元素 所以我们用联合体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叫做表 把它叫做原子节点 这是子表 这是原子 这是我们的Tag 是一个逻辑 然后 指针 指向节点的指针 下一个 后继的指针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 都是固定的 只是中间这个呢 我们根据这个Tag 取值不同 用一个共同体 要么你用data域 要么你用sublist域 这两个只能是 取一个的 因为它们空间是共用的 虽然两个名称 但它们使用的空间是一个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 定义的广义表 就可以 又可以表示节点 是原子的 又可以表示 它这些节点 它还有子表的 那我们任何一个表 都可以拆成 这样的两种方式 比如说这个表 把它拆 就应该是 第一个 是个原子 所以它到底了 它没有再有子表 下面这个是个子表 所以我们用sublist 指向它的子表 下面这个又是一个表 表的首元素是xy 然后后面是x 加上这个是子表 再我们把它分解 分解 一到最后都分解成这种原子 所以我们任何一张表 都可以用这种原子节点 和这种子表 再进行链接的方式 把它进行存储 那比如说我们来画一下 把这样一个画 广义表 画成我们用这种 glnode 广义表的节点类型 来进行这种存储 首先第一个 它是一个原子 第二个 它是个表 所以第二个 它的标志应该是1 它是一个表 下面应该是指向子表的指针 它的子表里头有xy 所以标志域是0 xy 下一个next的节点 是y节点 所以把它接起来 那么这是由三个元素 所构成的 第三个还是一张表 表里面 套的 还是一张表 最后到达这个元素 是x 所以我们把它 用这种结构体 广义表 node 这种节点类型 对一个 表来说 我们可以 足层的 给它 存储成这样的一种结构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广义表 它的长度 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看这张表 知道它的长度是3 这是a 这是一个表 这是一个表 长度是个3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长度 应该怎么样来计算呢 在这样的一种 存储方式里头 那 不管它是原子 还是子表 它反正是一个 是吧 用next域 下一个节点 next域 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 你是连子表呢 你还是 数据元素 这我们不管 所以长度 只跟next域 有关 所以这个长度 应该是数 出来是3 这就是第一层 这是我们的长度 那深度 怎么来算呢 深度就要看这个 子表的这个重数 所以哪个子表 最深 层数最多 就应该是 这个表的深度 所以我们要算一算的话 那这是一层 这是一层 这儿还有一层 所以它的深度 应该是3 那我们这个表里头 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 括号的重数 应该是三重 所以长度 是看next域 深度 是要看 深层次 哪个最层次 最深 那就是它的深度 所以实际相对应的算法 我们也是用这个思路 来实现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把我上 上面那个例子 给画成 这个广义表 画成这个 存储结构 这方式 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长度和深度 第一个 就是这个A表 这个A表 因为它是一个空表 它的长度是0 但是呢 我们规定它的深度 空表的深度是1 B 它只有一个 所以它长度 深度是1 C是2 D是三层 这个就是要看我们 横着看 next域 是找它的长度 然后多少层 是看它的深度 所以E 应该是什么呢 长度应该是 因为它next域 只有一个 它是节点 next域是空的 它只有一个 所以它的长度应该是1 它的深度 就是多少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所以长度是1 深度就应该是4 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它算法实现的时候 求长度和深度 就是用这种思想 就是用这种思想来实现的 但是这个长度 是比较容易算的 我们只要来数一下 它的这个节点 next域所连接的节点 一个一个的 就可以算出来了 但深度就不同了 深度呢 要把每一个子表 它的深度 要求出来 然后取一个大的 那不管我们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都离不开地规的方式 也就是说 广义表 它的特性 也就是它定义本身 就是用这种地规 那么地规 是处理我们那个广义表的 一种方法 它需要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在每一次调用自己的时候 第一是更接近一节 地规 越来越接近节 越来越接近节 然后还有一个 终止处理的条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求长度 它的地规思想 长度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第一个节点 我们的长度呢 应该是 第二个节点 加一 这个是我们的Lens 所以在这个地方 调用了S 所以它是一个地规的 那我们可以用正常的思路 来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 数一个就是一个 那就第一个 就是一个 在Next域还有的话 那就第二个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种方法 很容易把它转成非地规的 所以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伪地规 它就是一个地规的方式 实际上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给它 叫做 后置地规 为什么叫后置地规呢 就是说 当前的结果值 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当前的值 就应该是 我后继的值 再加一个1 后继值 再加一个1 那么直到最后一个 结束的条件 等于空的时候 那我们 每一个加1 每一个加1 就能把它计算出来了 所以长度 我们可以用这种地规 也可以用非地规 那非地规 就是用一个WELL语句 直到这个指针 不等于空我们就累计 不等于空我们就累计 然后 这个指针一个一个往后走 把它来求出来 所以这个只跟next 欲有关 所以跟子表无关 这个算法 是相对简单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求它的 深度 求广义表的深度呢 就要跟子表有关了 它要看看子表当中 哪一个最深 就应该是我们 最终这个广义表的深度 那每一个节点 都有可能 是一个子表 我们把它分解 每一个节点都分解 然后呢 求每一个子表的深度 其中取那个 什么那一个 深度 实际上 我们把每一个子表 把它深度求出来以后 再加一 就是当前的 这一层 它的深度 子表的深度 加一 然后就是当前的深度 但是呢 它有可能有 很多个节点里头 有子表 那哪个子表 是最深 我们就把它留住 然后再加上一个 一 就是当前 这一层 它的深度 但是子表的深度呢 我们要用地归的方式 来求 因为子表里面 它还有子表 它有有可能是 这个节点当中 不知道某一个 它带的这个子表 最深 所以我们用地归的方式 来实现 它的结束条件 是两个 空表 当它是空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深度是1 这是一个结束的条件 地归结束的条件 还有一个呢 当这个是遇到原子的时候 它的深度是0 所以是两个结束的条件 再加上 每一个广义表当中 它每一个节点 都会产生一个子表 那每一个子表 都是地归 所以我们的程序呢 就应该是 子表的地归 加上这个结束的条件 假设我们这是一个广义表 这是我们第一层上的节点 那么第一层上的节点 我们都把它分解成n个子表 每一个子表 都是有可能是由sublist 所产生的 如果是sublist 是子表的指针呢 那我们就要执行这个地归 那我们从第一个点值 到了它的节点 然后呢 就找它的sublist 这是地归 然后再往后走 它的子表再实现地归 一直到最后一个 next 给空的时候 最后一个地归 所以我们这一个子表 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就要进行多少次地归的方式 所以只要这个L不空 这个L往后走 往后走 只要这个L不空 它的循环进行的地归次数 就是每一个节点 如果它表的话就地归 如果是子表的话 就进行地归 这个是我们的地归的这个函数 每次回一个 但是这返回的一个呢 我们要有一个max这个变量 max变量始终是存放子表当中深度最深的 这一个值 那你地归回来以后 如果你比我这个还要深的话 比我这个值要大的话 那我max就要进行修改 否则的话 还留着我原来保存的这个值 L指针 然后往后是移动 就是我们这上面这个L指针 要往后移动 所以它的地归实际上做多少次呢 就每一个子表next的节点 接了几个 我们实际上 来判断 它只要是接子表 那这个节点就要进行地归 所以这个循环地归的次数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节点的个数 和它的标志域 只要标志域是子表 那就要实现地归 回来以后 那我们完整的这个算法 首先取一个max值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是 循环是求这个 深度的关键的这个 那我们循环 从L开始 只要它是一个子表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 这个地归操作 然后子表的深度 如果比我们保存的深度 要是大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修改我们max的值 最终要返回 它的深度值加1 因为子表求出来以后 它当前的表 就应该是子表深度最大值 再加上一个1 就是当前的这个深度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两种算法 这两种算法 一个是求它的长度 还有呢 是求深度 求长度呢 因为它就只有一个 一个地归 所以伪地归是可以消除的 但是深度呢 它是一个well循环 它子表都要进行地归 它进行多次地归 所以是不能够消除的